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你现在还坐在这儿 稳坐泰山吗 你去跟法国警方说呀 放人 我告诉你 这些学生啊 就应该吃点苦头 就不听我的劝说 好了 现在吃苦头了 吃点苦头好啊 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了 作为学生 不务正业 在异国的土地上上街游行 会是什么一个结果 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 这些学生是来公事馆的路上被镇压的 我是担心你啊 脱不了干系 他们示威之前 我特意到华侨邪社去过 我劝说过他们 他们不听 我有什么办法 法国警方可是说了 他们是接到了密函 才知道学生要请愿的 这密函是谁写的 这个我正在调查 据我所知 所谓的密函 也只是要求警察保护学生 而不是镇压 我开始以保护之名 行告密之使 行了 你不要再无事成非了 我这里在心思宁人 大事化学小事化疗 好 紧急 什么事 郑女士 外面有人找您 什么人 立刻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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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你们解释过了 赶快离开这儿 立刻抓人 立方华人 我们抗议你们镇压中国请愿学生 要求你们道歉 并立刻释放他们 抗议不被接受 被拘留的人都涉嫌违反法律 要接受审判 不要布他们后尘 赶紧解散 他们自称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可是现在他们就这么镇压我们和平请愿的外国留学生是民主的行为吗 法国不仅是民主国家也是法治国家 任何违法者都要受到制裁 事前他们已经按照法律程序申请过 是你们违法在先 他们没有批准就是违法 不要胡搅蛮缠 现在就离开 不然我就拘留你们 我们就在这不走 不放人 我们就不走 有本事 你把所有中国人都抓起来 把我们全都抓了 你最好把1800名中国留学生全部抓起来 让世界看看 你们法兰西有多么的了不起 我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必须离开 你儿竟然cers 利渲存 会放人 要掇里面 就越もの了不起 我们而回来 后来 这本丶工师 好像比较一oti 利め 我所兄弟 不治好 没案子 那不治好 和恶残 还是 重亳 离离纷 当天 我会给你捐款在第八区买房的第七购户凭证 豪他个华法教育会会长 节流善款 私购别墅 包养情妇 致学生生死于不顾 出名医现在在哪里 把他叫来 他们凭什么擅自调查官员的隐私 这种先例不可看 责任和良心 楚民意楚会长 那我们得救命钱去购置私财 我们凭什么不能查他 请你注意说话的语气 这里不是学堂 是民国大总统的代表派驻机构 什么机构都不能藏物拿购 陈公使 现在这局确凿 您做何处置 这事需要慎重 这楚会长是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任命的 这事我会进一步调查核实 然后再报两步上议 那好吧 就请公使先生慢慢研究 我们就找一家报馆 把这个消息登出去 所有的证据未经核实便公布 小心你们吃官司 我们的所有资料 都是从巴黎市政厅房产师取证而来的 难道还不算合适 是 我们走 站住 我跟你们一起去 中文报纸不登 找法文报纸 法文报纸不登 找英文报纸 我还就不相信了 谁能够一手遮天 好了 这事我马上处理 我马上处理 请公布 DOORS 现在你没自由了 同学们 对于这次 游行导致的学生一死疏伤 我深感遗憾和悲哀 我已经数据外交部自情处分 我也希望你们今后做事情 要审视度势 三思而行 今天我还有一个重要消息 向大家宣布 经查法华教育会常务副会长 楚明仪有挪用公款之嫌 并拥有不明来历制房产 经向外交交予两部请示 暂予以停职处分 所有财产一律冻结 并由两部派遣专员复法处理 好 好 考虑到同学们现在处境艰难 为简燃眉之急 我们将向大家 奋发三个月的生活维持费 这笔费 这笔费用啊 是我们助法机构 临时筹措来的 希望同学们今后 一定要以大局为重 好则为之 小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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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同居或者杀了他 走路就别回来 大哥 当初要不留住陈乔年 就不会有今天呀 大哥 你干嘛呢 大哥 这赵世言跟陈乔年 只讲主义 不讲义气 大哥 你就是太中义气了 你好 先生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 邓西贤 老家在哪里 死船人 我们在上海上船之前 曾经找过您和王秘书 对 那次可真是个误会 没事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这些钱啊 是我的一点心意 也算是我对海外留学生的一点歉意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在海外谋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说一下 说一下 以后 有什么事尽快来找我 陈公司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好 我直说 我直说 这件事 这件事啊 这件事啊 你不知道里面的深情 你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 你啊 你啊 还太年轻 是 我是年轻 也不晓得事情的深浅 但是我晓得事情的是和非 你可不要受人家的蛊惑 被人家给利用了 我说这话 完全是为你着想 谢谢陈公司 不过我觉得陈公司 您应该着想的是一千八百名留学生 而不光是我一个人 没什么事 我就去给你做咖啡咯 钱 你收回去 周恩来抵达欧洲后 辗转法国 德国 比利时 并在英国深入考察社会和工人运动 他的活动引起了英国警方的注意 我建议 随了 通过 随了 逮损 对 早上,很高興認識你 什麼你読著? 這車馬上 什麼事, Mr. Bruce? 沒有 至少… 現在 我只是興趣你 我們看看 你的報告 你已經読著這裡 幾天 因為… few天 我所未能:「的文件在中國 你読雖書嗎 這種文件裡 比如… 《的民意 民意 》 《的民意 》 《的民意 》 《的民意 》 還有… 這嗎 有… 還有… 《英文件 》 還有《英文件 》 скаж我 你問自己 多少語言 你知嗎 我擔心… 我的中文字是比较好 这是你的笔吗 是的 你意味着吗 拜托 理论 你问你 你怎么知道你 你写了这些文字 《英国的过程》 《云主》 《开始和结》 《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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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文字》 《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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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工作了两个中国的报纸 有任何问题吗 没有 全部都不错 只记得在英国 政府看着黑洞的动作 但你认识不准备 认识是自由 只认识 不认识 任何犯罪的行动 谢谢你的明白 我会把你带到的 好 为什么 这个 这一杯 很高的 这里 我会让你带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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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那里 我们开始了 谁想拿手 拿手 拿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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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抗议 我抗议 但是请允许我提醒你们 这是你们自己向我们报告的 学生游行计划 是 是我们提供的 但是我们是希望 法国的警察 能够保护 能够保护中国学生的安全 而并非是动用武力 是 对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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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对 对 pardon excusez moi monsieur 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la parole est à vous oui les journaux ont fait couler beaucoup d'encre sur cette affaire du 28 février ce qui a mis notre cabinet dans une situation très délicate et notre premier ministre a été prise à partie très vertement par l'ensemble des députés d'opposition de gauche les étudiants chinois sont venus en france généreusement invités pour étudier gratuitement et nous attendions pas à ce genre de dérapage notre premier ministre s'est mis très en colère lors de la dernière réunion du conseil du cabinet et a même envisagé d'annuler purement et simplement cette collaboration scolaire éducative et donc de renvoyer tous les étudiants chinois dans leur pays si cette situation continue à dégénérer à dire qu'est-ce que les étudiants chinois et les étudiants chinois Et ça c'est pas grave à dire qu'est-ce que les étudiants chinois pour les étudiants ? 我不能表示同意 我的话就说到这 再说我就越权了 我请在座的各位注意 这些学生和其他的留学生 他们其中有很多是各自学校的理秀 本身就是激进分子 还有一些是在国内受到通缉 逃到法国来的 他们所谓的勤工俭学 其实就是寻找革命 和推翻政府的方式 国内的这些情况 想必在座的也略知一遇 地方政府各行其事 护照不是外交部法 教育部已经提醒地方的各界政府 关注这些事 关注这些人 可是地方根本就不停 不是 这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们说的 这些学生和教育部 曾经经理解释的办法 怎么能够得到他们的账户 我觉得真实是 中国政府和国家政府 都会选择 为他们选择到外国 为他们选择 这些话说重了 其实我们早就把 这些关键的 激进分子的名单 递交给了对方 但是我不知道 内部是 为什么就不重视 所以才有了今天 你现在把责任 都往中方推的话 这个又是公语 是教育部 拟定的这些人员的名单 我想大家 在这儿张吵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 不如我们来 核实一下 好吧 大家请注意一下 这个人叫周恩来 别名祥语 有很多笔名 还有话语 他呢是中国政治组织 天津觉悟社的 创始人之一 曾经留学日本 在日本参加过 反对中日21条的活动 1919年回到中国 参加了 五四新文化学潮 1920年来到了法国 我请再做了各位注意 这个人 这个人 很具有 理论的责任 我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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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超来信了 心里说他去了北京 还在国立第一女师 当老师了 他自己还是个孩子 还要教学生 别小瞧人家 教得好着呢 其实法国政府对我们真的不错 还派便衣警察来欢迎我 我会认识 接下来的这个人叫赵世言 又名赵乾孙 这个人喜欢中国古代的游侠人物 有演说天才 在五四新文化学潮时期 她是北京师大附中学生会的干事长 这个人有很强的演讲能力 活动能力很强 后来加入了少年中国会 和中国左派领袖陈独秀 比大招关系很密切 她是一九二零年五月份来到法国 她在法国学生和华工当中 建立了多所夜校 俱乐部还有读书会 出版了很多的刊物 她的观点倾向马克思出来 她是中国学生中公认的领袖 接下来的这两位我想在座的大家 不会陌生吧 左边这个男的叫蔡和森 又名蔡林斌 她是中华湖南新民学会的领袖 好勇斗狠 性格激进 旁边的这位女士是她的妻子 叫向景瑜 又名向俊贤 她们两人是在法国结婚 也是激进领袖之一 最困难的是蔡和森 我们要拒绝了最早的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些人 一方的地方 先生我们在法国 不是在中国的国家 你忘了 Zong Zhuhi 他也是一位 他也是一位的七个人的新闻 他在日本的研究 也有林亮和鲁铁 在和平平的关系 林朗是非常很怯的 他正是似乎的 你刚才说到的宗旭之 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 你看 这位前面戴墨镜的 就是宗旭之 后面这位是林朗 宗旭之啊 她是个领袖人物 但是他不是一个危险分子 虽然他参加过 仇剑少年中国 但是他和李大钊有分歧 他们俩曾经有过论战 后来也分道扬镳 那个林朗 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何鲁智 他们都是跟随宗旭智的 而且他们三个人都是官废学生 他们不可能和政府作对 所以我建议你们对他们 只是监视 不要干涉 这个是谁 我没有在我的名单 这个不在你们的名单当中 这个是我特别加进去 他叫邓西贤 你看他很年轻 很稚嫩 个头小小的 但是我请大家 不要轻视他 我没有输给游行的学生 但是我输给了这个 斯川来的小客子 公使先生 用中国话说 草木皆兵 敌人到处都是 我认识这个中国学生 他只是个孩子 整天打工还贪玩什么都感兴趣 他甚至会在球场上看法国对乌拉圭的球赛 他不可能是危险分子 那我反正今天把话说在这儿了 我不希望你们会有后悔的一天 我愿意不准备 你不准备 我愿意不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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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